世界首富马斯克有钱任性 经常发推特说买这个买那个 什么可口可乐麦当劳这些都说过要收购 基本上都是玩笑 其实4月开始说要收购推特的时候 他大概率也是在开玩笑 因为有次上电视节目的时候 被问到为什么要收购推特 他下意识的回答是 我不知道 I don't know 然后回过神来才说了一堆冠冕弹簧的话 不过马斯克以为收购推特做了不少准备 不仅自己买了推特9.2%左右的股票 而且还卖了不少自己特斯拉的股票筹钱 投行中介这些也都找好了 推特这边可是认证的 最早说不让老马买 还要出独安计划 不过美国经济下滑的大环境 让广告收入为主营的推特有点压力 股票跌了不少以后 感觉能440亿美金卖给老马也不错了 于是很快的又答应了签好了收购协议 这个时候推特想的是 就是尽快把这个婚姻给做实了 尽快完成 但是老马又开始没有这么确定了 找了很多理由 说推特有很多虚假账户来拖延时间 最后干脆不拖了 直接说我查不清楚这些虚假账号 就不收购了 这个时候推特急了 于是就开始告马斯克 意思就是我们虽然没有办婚礼 但是我们可是领了结婚证的 你得交钱和我走到底 而且你说我是有机器人账户 退出交易 这个肯定都是借口 我不接受 推特最近提了一个很强的证据给法局员 就是前几个月 马斯克给他的投行的朋友发短信的时候 说的是哥们 你看俄战争都要开打了 可能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了 我们这个收购推克就没什么意思了吧 这挺搞笑的吧 马斯克也不甘输 找了一个叫Pater的 前推特的安全主管来做吹哨人 认为推特真的是有安全漏洞 那这个吹哨人的听证会就在下斗要举行了 马斯克能不能从这件事情脱身呢 这个听证会就很关键 推特现在离马斯克收购价格 差不多是有30%的逃离空间 如果脑马全胜 估计还有30%左右的下跌空间 做事件逃离的投资人非常喜欢玩这个票 我们也拭目以待看看这个闹剧怎么收场吧